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 临奉大四词也 就是 以池民善根福德同福 这句话 这德 舍方如来之随 精随 真正得到 舍方如来之随 舍印 敬畏来即 顶礼莫拜此一句 这些话 都是千真万句 念佛时 即是善根福德同福时 你不念佛了 你的善根福德跟佛就有差距 念佛时 善根福德跟佛就越来越接近 世故 大或广大 一切之之 一切之之 是如来所正在的智慧 是自信 本具的薄弱智慧 提相作用 圆满具足 也叫一切种之 也叫 撒破落海 那经上看到这些 句子 通通都是说这 一种字 与我 具福 凡福 也分以分外 我们有分 我们本来是佛 学佛同修 这个概念 不能没有 我们本来是佛 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能不惭愧吗 人知道惭愧 就能够发愤图强 能够勇猛精进 凡是精神提不起来的 都是不认识 自甘堕落 精神提不起来 堕落在哪里 堕落在自私自利里头 明文理阳里头 其情无欲里头 就堕落在这里头 永远出不了头 于是我们就体会到 世尊为什么四十九年 将近不休息 慈悲到几处 希望你听闻 你觉悟 你明白了 自己原来跟释迦 跟弥陀没有两样 现在迷失了 堕落了 佛这一说 我们明白了 明白之后最重要的 是要把这些障碍 排除放下 但是这些障碍 已经养成习惯了 它是来障碍我们的 它是让我们在六大轮回受苦的 我们把它看成烂凶烂低 看成好朋友 舍不得 不知道它是来找麻烦的 我们受的这些苦全是它制作出来的 不知道啊 读佛经才明白 才搞清楚啊 摩 想方设法 要把佛经灭掉 为什么呢 灭掉人就没有慧眼了 永远不知道 永远恨跟魔和祖 更佛原理 佛是自信 摩是习信 原理自信 依靠习信 就这么回事 生生世世 每一道紧要关头 就出现 摩了障碍 每一次都是他生 我们败了 到这紧要关头 他就出现了 所以成佛 把向成道里头 想不住 就失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